下课铃声响起,顾川将书塞到周大少的包里,便哼着小曲,朝门口走去。 我尼玛,顾狗贼的脸皮是真厚啊,他是真该死啊。 周红鱼脸色一黑,嘴里谩骂着国翠。 身后的两人也是快步跟上,边走边吆喝,川哥,咱中午去哪吃啊? 走到门口时,就发现跟前站着个姑娘,乖乖瞧瞧,正是上课时。 他们看到的那个等男朋友,下课的姑娘。 顾川看到她,脸上露出诧异,缓步上前,伸手揉了揉她的满头长发,等多久了。 苏南军懦懦地看了她一眼,狠小声道,半个小时。 她上午只有一堂课,下课后便去了图书馆,不过顾川说中午要带她出去吃。 她不想迟到,便提前过来了。 顾川手指轻轻弹了她脑袋一下,苏南军吃痛,悄悄缩了一下脖子,是不是傻。 在这站这么久,不累吗? 苏南军摇了摇头。 走吧,去吃饭。 顾川无奈一笑,便是带着她出门了。 苏南军真的很听话,也真的好像一个挂剑,乖巧地跟在她身后。 草,一种植物。 顾狗贼是真该死啊,她上辈子是拯救了银河系吗? 周虹宇的脸色黑如锅底,站在教室门前无能狂怒。 恨不得将顾川的教材塞到嘴里,狠狠地撕咬。 这狗贼是不是属狗的呀,怎么专门往别人嘴里尿呢? 原来,那个女生是在等顾川呀。 林晓晓恍然大悟道。 娄晓一撇了撇嘴,切,跟好几个女生暧昧,不清不楚的渣男。 张萌萌站在一旁,环抱着双臂,望着远去的那抹身影。 这竞争对手,真是越来越多了呢。 亚宣居。 亚间里,苏南军乖巧地坐在顾川身边, 而对面,自然就是顾川约的客人,陈燕。 军训期间,陈燕便将酒厂的历史遗留问题解决了, 不用顾川催促。 他每天都忙得脚不沾地。 厂长跑路后,他就变成了悲债人, 若不及时赌上那些窟窿。 债务只会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如今,这家酒厂已经正式落户到了顾川名下, 厂里的工人除了个别的, 倒是都留下了。 饭桌上,顾川接过陈燕递来的酒水明目。 简单扫了一眼,便是丢到了垃圾桶里。 这些酒的品质的确不错, 但并不适合生意场。 酒厂落到如今这般田地, 只能说明这些酒是被市场淘汰的。 倘若我接手这家酒厂后, 继续酿制这些酒, 那下一个跑路的就是我了。 陈燕沉默了片刻, 便是点了点头, 顾川虽然是个狗资本家, 但商业嗅觉还是敏锐的。 我让常里面汁的酒烧出来了吗? 顾川看向陈燕。 陈燕点了点头, 随即从包里取出一瓶小样递给了顾川。 顾川拧开瓶盖, 放在鼻尖下, 轻轻闻了一下, 便是询问道, 你尝过吗? 陈燕点点头, 尝过, 味道还算绵柔, 度数也不算很高, 口感适中。 作为酒厂的经理, 陈燕对市面上的多数酒水都了如指掌, 无论白的, 皮的, 红的还是羊的, 基本都尝过。 而他给出的评价也算重肯, 很有参考价值。 尝尝, 顾川随手将样品递给身旁的苏南军, 笑着开口。 苏南军看着手里的酒瓶有些萌萌的, 因为他从来没有喝过酒。 但出于对顾川的盲目信任, 他便倒了一小杯喝了下去。 小舌头瞬间就吐了出来, 刘海掩盖下的脸蛋通红通红的。 顾川玩耳一笑, 给他递过去一杯牛奶, 让你喝你还真喝呀。 味道怎么样? 苏南军喝了口牛奶, 不停地吐着小舌头, 很小声道, 很辣。 不过, 有股淡淡的粮食香味。 揉了揉他的脑裤, 顾川转头看向陈彦, 成本多少。 陈彦沉吟一瞬便是说道, 原料加上包装, 一公斤酒的成本大概在八十左右。 按照您说的那种扁平的玻璃瓶, 一公斤酒大概能装三十瓶。 您打算定价多少? 顾川给他的配方, 酿酒的成本并不高, 但味道却还不错, 定价若是合理。 肯定很有市场竞争力。 顾川食指轻轻敲打着桌面, 将如今的物价进行了一番对照, 随即便是说道, 十五吧。 陈彦文言, 不由得惊呼一声, 十五元。 有点太高了吧。 这酒的品质的确不错, 倘若装满五百毫升, 的确值十五元。 可这扁平的玻璃瓶, 顶多就能装一百五十毫升吧。 就这点玩意卖十五元, 这不是坑爹吗? 三十瓶, 每瓶十五元, 也就是四百五十块, 除去成本, 净利润三百七十元。 这未免也太黑了吧。 果然是狗贼本家。 就算刨除运输成本, 净利润也在三百以上了。 当然, 这是理想状态, 可现实问题是, 这玩意, 会有人买吗? 这不是冤大头吗? 顾川自然知道, 陈彦心里在想什么, 随即淡淡地开口, 这世上, 无论什么东西跟爱情挂上钩, 永远都不会缺少买家。 你去跟包装公司谈一笔合同, 不要传统的纸箱, 就用简单的纸板, 包裹在瓶身上。 然后, 将一些阴谋文案打印到纸板上, 然后用来包装。 陈彦听完这话, 眼神不无怀疑地盯着顾川, 这东西能行吗? 通过顾川的一番描述, 他已经在脑海中 大致临摹出了成品的模样。 怎么说呢? 隔行如隔山, 祝他成功吧? 顾川也没有跟他过多解释, 这套运营噱头以及卖点, 自然是借鉴的姜某白。 虽然后期, 这个酒被无数人诟病难喝, 但不得不承认。 他的文案宣传做得十分到位。 所以, 顾川便将酒的品质做了提升, 然后将运营模式 直接照搬过来。 就像他说的, 这个世界上, 任何事情一旦跟爱情挂上钩, 都不会缺少买家。 那叫什么名字呢? 陈燕又是问道。 顾川简单想了一下, 便是说道, 乐小瑶吧, 好听, 也好记。 关键是, 还能博美人一笑, 两全其美。 陈燕重复了两遍这个名字, 眼神有些古怪地看向顾川, 乐小瑶。 怎么听着, 好像一个女孩的名字呢? 随后, 他又将目光看向顾川身旁的苏南君, 是这个女孩吗? 撇了撇嘴, 陈燕上演了一出老板家菜我转桌, 老板敬酒我不喝。 果然, 狗资本家没一个好人, 不仅心黑, 炮姑娘还这么有一套。 真是活该你成功啊。 瑶瑶, 好端端的, 怎么往书店跑呢? 旧华书店内, 陈梦梦挽着楚月瑶的手臂, 在书海中畅游, 看得她直打哈欠。 楚月瑶漂亮的毛子四下打量着, 随后, 像是看到好吃的一样的小蝉猫。 小跑到书架上, 拿起一本还未拆封的书晃晃。 当然, 是为了来找她的呀。 看着楚月瑶手里的书, 陈梦梦好奇地打量着, 龙族? 这是什么书啊? 是讲龙的吗? 楚月瑶摇了摇头, 有些不确定道, 应该是吧? 这本书是流行推荐给她的, 听说很好看, 就是狗作者不太当人。 听她讲述, 其中的某个桥段跟顾川还很像, 难道说, 里面讲的是舔狗的故事? 咦? 这声音听着有些耳熟啊。 正当楚月瑶准备去结账时, 忽然听到一段录音, 抬头看去。 书店的大屏上正在播放龙族的宣传。 铅饼果子? 这名字可真下饭。 陈梦梦看着视频上的落款, 脸色有些古怪道。 大屏上播放的视频比较简短, 内容基本也都是场面化。 作者本人还戴着一个小丑的面具, 看上去格外滑稽。 不过楚月瑶却是觉得那声音有些耳熟, 可又不是很像, 似乎刻意变动过。 对了, 顺便给那个渣男也带一本回去, 让他照照镜子。 顺便也提升一下他的检查水平。 楚月瑶眸子微微一亮, 泛着星光点点, 折返回去从书架上又拿了一本。 老板, 结账。 下午, 顾川上完课后, 便开车出门买了两瓶好酒跟一些补品, 直奔文教授家。 上午约好的, 晚上到家里吃饭, 顺便帮着长长眼。 哟, 这么热闹啊。 把车停好后, 顾川便是看到, 文教授家门口还停了三辆车, 两辆奥迪, 一辆奔驰。 难不成也是来蹭饭的? 叮咚, 暗响门铃后, 顾川并没有听到猫叫, 估计是上次自己幻听了。 来了来了, 开门的是个五十岁左右的女人, 不过保养得还算不错, 想来是大户人家的女儿。 戴着一副金丝矿眼镜, 一脸的慈祥, 浑身都透着一股书香门第的气息。 您想必就是师娘吧? 真是比我想象的还要年轻啊。 顾川微微欠身露出一抹阳光的笑容, 小嘴跟抹了开赛露一样, 那叫一个甜。 对这般年纪的女人, 夸她年轻总归没有半点毛病, 当然, 不要去乱猜年纪。 万一说什么您看起来可真不像五十岁的人, 结果人家, 要是还没到五十。 那就尴尬了。 果然, 听到顾川夸耀自己年轻, 林玉芳的脸上便是挂出了笑容。 你就是小顾吧? 我听你老师提起过你。 快进来快进来。 来就来嘛, 还拿什么东西啊? 说着, 就要去接顾川手里的礼盒。 顾川摇头笑了笑, 没事, 这点东西我拿就好, 怎么能麻烦师娘呢? 引进门后, 就看到客厅里坐着六七道身影, 有男有女, 有年轻的, 也有年迈的。 顾川进来后, 众人的目光便是纷纷朝他看了过去。 文教授看到顾川便是笑着介绍道, 这小子就是咱们南大考古系的新生。 叫顾川。 是我新收的徒弟, 虽然脸皮厚了些, 但很有灵气, 模样长得也帅。 跟我年轻时候有的一比。 听到这话, 在座的众人纷纷露出诧异神情, 不由得多看了顾川一眼。 能让文教授夸赞富有灵气的人, 可真是罕见啊。 林玉芳接过顾川手里的东西, 白了文教授一眼, 就知道往自己脸上贴金。 小顾可比你年轻时候帅多了。 文教授老脸一红,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怎么还拆我台呢? 顾川笑呵呵地开口, 老师就算是现在, 也比我帅啊。 文教授笑骂了一句, 就你小子会说话, 快坐, 我给你介绍一下。 随后, 他便是给顾川介绍起了在座众人, 这位, 是咱们考古系的院长, 陈学青。 也是名誉教授。 陈教授好, 久仰大名, 今日一见三生有幸。 顾川起身汗手, 做出一副谦逊模样。 陈学青是个跟文教授年纪相仿的中年男子, 个头很高, 身体硬朗。 估计平时没少锻炼。 小顾是吧, 我可没少听老文念叨你, 听说, 你还是咱们考古系的院系第一。 陈学青打量了顾川一眼, 笑着点了点头, 对这个少年有了不错的出印象。 顾川谦虚道, 侥幸, 侥幸而已。 这位, 是咱们金融系最年轻的教授, 顾婉晴。 别看是金融系的教授, 但在古董方面的造诣也是颇深的。 文教授再度开口, 寻着他的目光望去, 就看到一位三十岁左右的漂亮女人, 身穿长裙。 体态曼妙, 样貌生得很是漂亮, 浑身散发着一股知性的气质, 看一眼便让人忘不掉。 而且, 看着好像有点眼熟。 顾婉晴笑着摆了摆手, 文老谬赞了, 在您面前哪敢谈造诣。 随后, 美眸便是望向顾川, 听说你有自己开公司的打算, 若是有不懂的地方。 可以来问我。 顾川起身道谢, 多谢请柬, 日后若有难题, 肯定会去叨扰。 顾婉晴听到顾川这个称呼, 翘脸微微一愣, 旋即便是笑着点了点头。 这两位, 分别是南盛集团 以及云霞集团的董事, 杜天明, 吴年。 至于这两个年轻人, 则是这两大集团的公子, 跟掌上明珠。 肖云起, 穆小婉。 顾川一一汗手, 礼貌地打了声招呼。 能被文教授收为弟子, 想必你在古董上 颇有造诣吧。 杜天明抿了口茶水, 笑呵呵地看向顾川。 话语虽然没什么问题, 但顾川却是在他身上 感受到了一股莫大的敌意。 心想这老帮子脑袋 是不是让驴踢了, 隔着阴阳怪气什么呢? 不过脸上还是露出笑容, 谦虚道, 略懂而已, 不过是老实台爱。 略懂就敢做文教授的弟子, 你倒是有些不知天高地厚了, 而这时, 坐在沙发上的萧云起 冷笑着开口, 看向顾川的眼神里 带着几分亲面。 他与穆小婉也是同届 考古系的新生, 来南大的目的, 便是拜到文教授门下。 没想到, 竟被顾川截足先登, 这让他心里有些不舒服。 原以为是什么厉害人物, 不成想竟只是略懂。 这种人也配拜入文教授门下吗? 哼, 既然如此, 不如就让这三个小家伙比比吗? 试试谁的眼力好? 就当助兴了, 如何呀? 这时, 一直低头喝茶的吴年 也是开口了, 笑着提一道。 你好, 我叫穆小婉, 叫我小婉就好。 穆小婉在此时起身, 笑盈盈地走向顾川, 伸出手礼帽地打了声招呼。 顾川汉手, 跟他卧在一起。 你好, 顾川。 这姑娘, 呃, 生得的确漂亮, 虽然不及楚大笑花那样, 霍国殃民, 但也算是少有的小美女。 个子不算很高, 一米六左右, 白色T恤, 牛仔长裤, 扎着一个高马尾, 甜甜一笑。 看上去格外地活泼可爱。 想来, 性格是有些跳脱的, 看着比旁边那个雕毛顺眼多了。 原本我是打算败入文教授门下的, 没想到被你劫足先登了, 好气哦。 不过, 能被文教授说为弟子, 想必你在古董方面的天赋很出色吧。 穆小婉双手背在身后, 身子微微前叹, 笑盈盈地开口, 好奇地打量着面前的顾川。 小郭郭长得还挺帅嘛。 顾川谦虚地笑了笑, 老是抬爱而已。 身后, 萧云起看着两人有说有笑, 脸色冷冽了下来, 眸子中闪过几分英智。 哼, 只怕真是被抬去了而已吧。 此话一出, 文教授, 陈学青的眉头都是忍不住一皱。 这话的意思, 莫非是说, 他的眼力有问题, 收了个不中用的徒弟。 杜天明察觉到了两人不悦的神情, 赶忙起身呵斥, 云起, 胡说什么呢? 文教授怎么会看走眼呢? 既是文教授的弟子, 想必肯定有过人之处, 你还得多向人家讨教才是。 玄机笑着, 看向文教授两人, 文老, 不好意思啊, 云起这孩子就是心直口快。 您别介意啊。 文教授摆了摆手, 没事。 而一旁, 顾川听着两人一唱一和, 心里暗骂一声老狐狸。 这老帮子看似是在打圆场, 暗地里却已经挖好了坑, 完了一手捧杀。 若他当真比不过那萧云起, 那还有什么脸面当文教授的弟子? 还有, 那心直口快是踏马什么理由? 意思就是, 那小王八蛋说得没错了。 年轻人嘛, 半句嘴不是常有。 今日来呢, 除了想让文老收这两个小家伙为图外, 其实, 还是想让您帮着长长眼。 杜天明随后, 便是再度开口。 说完, 便是从随身携带的一个礼盒中, 小心翼翼地取出了一个物件。 轻轻放到了桌子上。 那是一个卷轴, 应该是一幅画。 看到这一幕, 众人的目光纷纷望了过来, 就连金融系的那位美女教授。 身子也是往前叹了叹, 好奇地打量着。 这幅画, 是我从一个前客的手里说过来的, 今天过来, 就是想请您帮着长长眼。 杜天明笑呵呵地开口, 将卷轴递到了文教授手里。 文教授没有去接, 反而起身走到柜台, 戴上了一副白手套。 随后, 轻轻扣了下面前的桌子。 杜天明微微一愣, 旋即便是会议, 起身走到桌子前, 将卷轴放到了上面。 而其他人也在此刻, 纷纷围了过来。 文教授将卷轴放到桌子上, 随后, 解开记带, 缓缓将画坐在桌子上, 平铺开来。 纸张呈现一种褐黄色, 透着一股书卷气, 还隐约有一股淡淡的眉味。 卷轴上画的是一幅山水画, 记忆精湛, 墨色单轻, 却未曾褪色。 乍一看去, 便给人一种年代久远的感觉。 文教授拿过放大镜, 在画卷上仔细打量着, 手指碾着卷轴, 轻轻抹撒, 纹路。 条里都仔细地辨别着。 甚至连卷轴的木轴都没有放过, 妈撒着欺面。 文教授没有开口, 转头将目光看向在场的几位年轻人。 你们觉得, 这幅画如何? 萧云起脉步上前, 扫了一眼后, 便是自信开口, 这幅画, 应该是明晚期的作品。 纸张赫黄, 纹理符合那个年代的工艺, 而卷轴上所勾勒的山水画, 也与那个年代的背景, 技巧相契合。 画的颜色, 也符合那个时代的工艺, 色泽虽然淡了些, 但从时间来推测。 应该是真品。 这幅画, 他在来此之前便曾看过。 与几位在古董方面, 颇有造诣的人物分析过, 自认所言分毫不差。 文教授笑了笑, 没有说话, 转头看向穆小婉, 你觉得呢? 穆小婉嘟了嘟嘴, 背着小手, 俯身仔细便别着那幅画作。 沉默片刻后便是开口。 颜色的确符合时间的磨损, 而画作的技巧, 也符合明朝后期的特点, 简约。 大气。 不过, 我总感觉哪里不对? 至于哪里不对, 他一时间还真说不上来, 但直觉告诉他, 这幅画有问题。 听到这话, 一旁的陈学青, 顾婉晴, 诧异地看了他一眼, 这小丫头, 竟是跟他们有同样的感觉。 总觉得哪里不对, 可又说不上哪里不对。 文教授笑着点了点头, 随即便是看向顾川。 你说说。 顾川抬头看了文教授一眼, 您确定要我说? 文教授文言, 瞪了他一眼, 怎么? 你嘴还香精鞭了, 说话要钱啊。 扑吃。 听到这话, 顾婉晴跟穆小婉都是扑吃一声笑了出来, 神情有些婉儿。 顾川嘿嘿一笑, 那我说错了, 您可别骂我。 说完, 顾川不留痕迹地跟他使了个眼色, 文教授见状, 微微一愣。 旋即便是明白过来。 两人会心一笑, 文教授便是知道, 这小子看出来了, 看他这副架势, 估计是准备坑人了。 哼, 文教授还真是看得起他。 萧云奇冷笑一声, 又开始无脑喷了。 顾川也懒得搭理这种智障, 将他扒拉开便静止走了过去。 背着手, 左看看, 又瞧瞧, 不时还掀起个脚纹纹。 那副架势像极了给人做法的神棍。 随后, 他便是在众人注视的目光下摇了摇头, 不对。 不对? 哪里不对? 穆小婉漂亮的毛子将他盯着, 一脸好奇道。 顾川没有说话, 转头看向一旁的杜天明, 不知您这幅画是多少钱收的。 杜天明文言, 微微一愣, 旋即比了两根手指, 两万。 顾川扎扎嘴, 像神棍似的开始忽悠。 两万, 嘖嘖。 杜天明听到这话, 心里咯噔了一下, 怎么, 不对吗? 虽然他觉得, 这小子不太靠谱, 但人家好歹是文教授的弟子。 哪怕没有两把刷子, 但光是这个名头, 就很有分量了。 顾川没有说话, 只是站在那里, 一个劲地摇头。 看得杜天明心都提到嗓子眼了。 你踏马倒是说句话, 嘖嘖的, 怎么舌头有问题啊? 谁尿你嘴里了吗? 还搁这长畅咸淡? 顾川没有回答, 转而将目光看向了一旁的萧云起。 像杜天明这种人老成精的狐狸, 可是很难忽悠的, 但萧云起不一样。 这人一看就是莽夫, 最喜欢意气用事, 只要稍微激将一下, 绝对上套。 你觉得这幅画是真戒? 萧云起冷笑一声, 不屑道, 废话。 顾川撇了撇嘴, 双手环抱, 那如果是假的呢? 假的? 本少爷拿来的能是赝品? 萧云起冷善, 看不懂就说看不懂。 哪来的这么多废话? 顾川也不生气, 笑呵呵道, 之前有个哥们, 还说他不卖生瓜蛋子呢? 结果不还是被人给批了? 你到底想说什么? 萧云起不耐烦道。 顾川耸了耸肩, 很简单, 如果这幅画是假的, 卖给我怎么样? 萧云起皱起眉头, 用关爱傻子的眼神看着顾川, 你脑子没毛病吧? 旁人若是听到画是假的, 肯定连看都懒得看一眼, 这家伙倒好, 反过来了。 其他人也是诧异地盯着顾川, 这话要是假的, 自然就没什么价值了。 为什么还要买呢? 难不成是有钱烧的, 没地花了? 杜天明, 无年, 却是皱了皱眉头, 常年在这行里混的人, 都会有一种本能的直觉。 觉得此事有些蹊跷, 可一时间又说不上来。 而且, 看顾川那一脸的单纯, 应该没什么坏心思吧? 毕竟, 只是个刚成年的孩子。 应该, 没有吧? 文教授的学生, 怎么会坑人呢? 一旁, 文教授神色古怪地盯着顾川, 一个劲地扎嘴。 这兔崽子, 可踏马不像什么好人啊, 这坑挖得也太仙熟了吧。 以前多半没少干吧? 这以后, 要是惦记起我的物件, 可不就成了黄鼠狼给击败年了? 不行, 得防着点, 别扭头我再掉坑里。 出于本能的直觉, 杜天明必要开口阻止, 可萧云起却是先他一步, 冷笑着答应下来。 好, 倘若这幅画真是假的, 我直接送给你。 来此之前, 他找人鉴定过, 这幅画九成九是真迹, 所以他才敢打包票。 顾川却是摆了摆手, 一码归一码, 你们花多少钱收的, 我就花多少钱买过来。 行里的规矩不能破。 萧云起冷善一声, 却是没有在说什么, 随你。 顾川也懒得在废话, 拾起桌上的一副白手套, 便走到近前。 这幅画的工艺, 的确属于明朝后期, 但却是现代房品。 明清时期, 随着主旨记忆的成熟, 被大众所熟知, 看这张卷轴纸张的纹路。 条理, 的确是那个时代的。 不过, 纸虽然是那个年代的, 但这纸上的画, 却是现代房品。 陈学青诧异地看了顾川一眼, 何以见得呀? 顾川轻轻掀起画卷的一角, 很简单, 因为这画的笔墨, 实在太均匀了, 沉淀堵。 蕴染, 完全没有半点的不同。 大家应该都对山水画有所了解, 想要完成这样一幅画作, 极其地耗时耗力, 自然不会一蹴而就。 所以, 这画的笔墨, 根本不会呈现得如此均匀。 蕴染也会随着年代的推移而扩散。 由此判断, 这幅画是印刷出来的, 后期被故意作就, 呈现出了我们所看到的画卷。 陈学青拍了拍手, 脸上露出一抹笑容, 好眼力。 穆小婉小脑袋探过来, 诧异地盯着的顾川, 哇, 你好厉害哦。 一旁的萧云起, 却是皱起了眉头。 哼, 万一是这幅画的作者, 记忆精湛呢? 顾川递给他一个看待傻子的眼神, 恨不得将这幅画, 对到他的脸上。 这幅画采用的是竹纸, 笔墨渲染以后, 扩散得并不快。 反而会使得厚度更加不均匀。 当然, 你要是觉得你有这么能耐, 你可以画一幅出来, 我照单全收。 萧云起听到这话, 脸色变得有些难看, 可事实摆在眼前, 就算她如何反驳, 也无法改变既有的事实。 无年脸上露出一抹笑容, 对顾川竖起大拇指, 不愧是文教授的弟子。 这份眼力, 真是让我等佩服啊。 既然打不过, 那就加入, 跟顾川搞好关系, 百利而无一害。 顾婉晴也是诧异地盯着顾川, 没想到, 这个刚入学的新生, 竟然对古董有如此深的见解。 难怪能成为文教授的弟子呢。 文教授笑了笑, 便是开口, 小川说得的确不错, 这幅画是后人高仿的。 不过, 虽然画是假的, 但只确是真的, 两万块也不算亏。 既然如此, 那这幅画, 我就确之不公了。 顾川一边笑着, 一边手脚麻利地, 将那幅画卷了起来。 为了防止他们反悔, 不等师娘的饭菜上桌, 他便将钱赚了过去。 那殷勤的模样, 让杜天明一度有种上当受骗的感觉。 可既然文教授都说是假的了, 他还能反驳什么? 他倒是不怕文教授撒谎, 在这行里混, 信誉可是重如泰山。 当然, 若是碰到国宝级的物件, 保不其会留一手, 但很显然。 这幅画还没有到那种地步。 酒足饭饱后, 几人起身告辞, 临行前, 文教授忽然开口。 以后没事, 就让这小丫头来家里吃饭, 人多了也热闹。 听到这话, 吴年的脸上顿时露出喜色, 多谢文老。 他自然明白这话是什么意思, 虽没有明确表示要收穆小婉为徒, 但能在他门前聆听教诲, 已经是无数人梦寐以求的了。 还不快谢谢老师。 穆小婉甜甜一笑, 脸上露出两个酒窝, 谢谢老师。 文教授摆了摆手, 以后可以跟这小子一块过来。 一旁, 杜天明见这情形, 顿时坐不住了, 紧忙开口, 文教授, 云起他。 文教授摆了摆手, 家里的桌子也不大, 实在有些坐不开了。 而且, 御方做饭也挺累的, 等以后有机会吧。 吴年事事开口, 笑着说道, 是啊, 小婉他师娘做饭也怪累的。 多体谅一下人家吧。 杜天明听到这话, 后槽牙都快咬碎了, 恨恨地盯着吴年。 你踏马不帮我说话就算了, 还在这里拆台。 来的时候怎么说的, 让他们两个一起拜到文教授门下, 相互照顾。 现在你上岸了, 然后一脚把我踹河里去了。 行, 你踏马是真行啊。 那文老, 我们就先到此了。 恨恨地瞪了吴年一眼。 杜天明便是给文教授告别, 上了那辆奥迪, 一脚油门驶出了别墅区。 真踏马的晦气, 师父没拜成, 还搭上一幅画, 真是陪了夫人又折兵啊。 小婉, 跟老师再见。 吴年笑容满面地开口, 跟文教授辞别, 也是驱车离开了。 见车子走远, 顾婉青的美眸, 看向一旁的顾川, 有些好奇道。 你既然知道那幅画是假的, 为什么还要买呢? 顾川文言, 做出一幅诧异模样。 假的? 什么是假的? 谁告诉秦姐, 那画是假的了? 这是? 书房里, 顾婉青看着桌面上摊开, 然后被文教授一分为二的画卷。 漂亮的脸蛋上露出金融。 这一幅画, 怎么变成两幅了? 陈学青也是诧异地盯着那幅画, 虽然他之前便察觉到有些不对, 却没想到, 这竟是两幅画重叠起来的。 顾川解释道, 因为这幅画的厚度有些特殊, 明后期用以画作的主旨, 一般都是三层, 可这幅画, 却是有五层。 当然了, 单纯地看是看不出来的, 而且, 您两位都戴着手套。 这细微的差别, 是摸不出来的。 之前, 他便撵过画作的一角, 那种用手触摸, 跟隔着手套的感觉, 是不一样的。 当然, 差别也很细微, 若非行里人仔细地去甄别, 是很难察觉到问题的。 听到这里, 顾婉清脸上露出恍然神色, 原来如此。 陈学青笑望着文教授, 你这次, 是收了的好徒弟啊。 单凭这份眼力, 顾川便已超过许多考古系的资深讲师了。 文教授嫌弃地瞪了顾川一眼, 可千万别夸他。 要不然, 这尾巴得翘到天上去了。 说着, 文教授慢慢将那幅画, 用特殊的颜料粉刷, 然后, 将上层的那幅画揭了下来。 随后, 几人都是纷纷探头望了过去, 仔细地观摩着那第二幅画卷。 同样是一幅山水画, 与上面掩盖着的那幅差别并不大, 但要更加逼真, 清楚。 色泽丹青, 笔墨蕴染得极为精细, 画功精湛, 的确是为精品。 这幅画, 的确是明末时期的, 就是不知道, 为什么要用印刷的赝品封存起来。 文教授打量着眼前的那幅画作, 有些差异道。 陈学青拖着下巴思索一瞬, 便识道, 估计, 是不想让这幅画, 流到外人手里。 以前也不是没发生过这样的人, 为了不让画作流往国外。 便用这种方法, 将真迹封存起来, 让人误以为是赝品。 说完, 陈学青笑着看向顾川, 你小子这次也算是捡到漏了。 这幅画虽然算不上价值连成, 但少说也值二十万。 顾川笑着摆了摆手, 侥幸罢了, 毕竟, 我也不确定这下面是否真的有第二幅画作。 不过好在, 我的运气不错。 既然如此, 那便将这幅画送给老师吧, 算作我的拜师礼。 陈学青文言, 有些差异道, 你要把这幅画送给他。 顾川点了点头, 好玩意, 自然要留在真正喜欢他的人手里。 老师也算好画之人, 这幅画在您手里, 也算不让明珠蒙沉。 文教授听到这话, 忙是摇了摇头, 这幅画是你买下的, 怎么能送给我呢? 君子不夺人所爱。 顾川笑着开口, 老师, 您就收下吧, 这物件在我手里, 说不定哪天就给卖了呢。 到时候, 您瞧着也伤心不是。 再说了, 我要是把这画放到我宿舍里, 没准就被当成擦脚步了。 文教授叹了口气, 也没再拒绝。 既然这样, 那我就先帮你收着。 他的确很喜欢这幅画, 但也确实如他所言, 君子不夺人所爱。 他收下的, 其实并非这幅画, 而是顾川的一份心意。 对于顾川来说, 二十万的确不少, 但他并非计较一时得失的人, 也不会只顾眼前利益。 相比于这幅画而言, 他更注重的是文教授这个人。 跟那些资源, 人脉相比, 这区区的一幅画, 实在微不足道。 陈学青脸上也是挂着笑容, 不为外物所动, 立于未曾熏心, 知恩图报。 这份心性, 属实难得。 老文这次, 是真的收了的好徒弟啊。 比那个白眼狼强了不知多少。 想到这里, 他不由地叹了口气, 看向文教授的眼神多了几分复杂。 至于顾婉晴, 美眸也是好奇地打亮着眼前这个少年。 经历了刚刚的一番事后, 很难再将他当作刚入学的大义新生来看待了。 本以为被文教授收为弟子, 凭的是运气, 没想到, 竟是有这般造诣。 当然, 最重要的还是他的秉性, 并没有被一幅画作所动。 反而送给了自己的老师。 这份心性属实难得, 不由得让人高看一眼。 喵! 就在这时, 呼听一声猫叫, 顾婉晴俯身下去。 就见一只肥胖的鹰短, 跳到了他的怀里。 可乐, 你又胖了, 该减肥了知不知道。 过晚请理了李他柔顺的毛发, 笑着开口。 那只鹰短乖巧地蹭了蹭他的胳膊, 便是好奇地打量着跟前几人, 文教授。 陈学青看过去时都很乖巧。 可当他低溜溜的眼睛看到顾川后, 瞬间就跳了起来, 脸上, 颇具人性化地露出愤怒的神情。 喵! 喵! 可乐喵喵地叫着, 肥瘦的爪子在半空抓着, 好像要上去将顾川一巴掌拍死。 看着顾婉晴怀里那只胖猫, 顾川的脸色微微一愣, 下意识地开口, 呦! 这不是上次喝酒的那位兄台吗? 接二个过来, 是打算再整两口。 话音落罢, 顾川便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 因为对面的顾婉晴, 正用忧怨的眼神将他望着。 原来上次给可乐喝酒的人, 就是你啊! 上次可乐喝多了以后, 七扭八歪地回到家, 亢奋得不行, 一整晚都在喵喵地叫。 不知道的, 还以为他发情了, 吵得顾婉晴一整晚都没睡好觉。 第二天醒来, 顶着黑眼圈就去上课了。 感情眼前的顾川, 就是罪魁祸首啊。 不过, 按道理说, 猫喝多了, 不应该跟人一样, 哇哇地吐, 然后呼呼大睡吗? 怎么这只猫反而异常亢奋? 或许, 跟小仙女一样, 每只猫的体质都不一样。 顾川尴尬地笑了笑, 那个, 老师, 院长, 没什么事的话, 我就先走了。 说完, 顾川撒丫子就跑, 要是被这美女教授讹上, 估计还得以身相许。 看着顾川不负责任的模样, 顾婉晴悠怨地白了她一眼, 便是抱着可乐, 跟两位教授告辞。 顾川是吧, 这个名字我记住了。 因为喝了酒, 所以顾川并没有开车, 双手插兜, 朝宿舍走去, 好像没有对手。 可快要到宿舍楼下时, 她忽然看到了诡异的一幕。 楼门口, 站着两道身影, 一个青春靓丽, 身段窈窍。 高马尾上还戴着一顶鸭舌帽。 而另一位, 则穿着简单朴素的衣服, 静静地站在那里, 低着头, 有些瘦弱。 好似来阵风就能吹倒。 那两人, 顾川都不陌生, 赫然便是楚月瑶跟苏南军。 关键是, 那两个人竟然还有一搭没一搭地聊起了天。 这让顾川有些障碍和尚摸不着头脑。 怎么回事啊? 这两个人扒杆子打不着的关系, 怎么凑到一块了? 难道说, 都是来找我的? 不行不行, 得先溜。 不然, 以楚大笑花的脾气, 肯定会刨根问底, 要是突然给自己来一句。 呦, 你还玩养成戏啊? 那到时候, 自己该怎么解释? 可好死不死, 楚大笑花扭头了, 漂亮的毛子眨了眨, 便是注意到了她。 顾川, 你给我站住。 呦, 好巧啊。 这么晚了, 你怎么跑这来了? 眼见逃跑不成, 顾川便是回身, 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笑着说道。 你喝酒了? 楚月瑶嗅了嗅顾川身上的味道, 有些糊一倒。 顾川点点头, 随口敷衍了一句, 啊对, 跟朋友吃了顿饭。 朋友? 什么朋友? 是不是沈学姐啊? 楚月瑶悠悠开口, 一双毛子, 好似那包青天, 能看透一切。 不是, 我怎么可能跟沈学姐吃饭呢? 话说, 你怎么跑到这来了? 顾川赶忙转移话题。 楚月瑶晃了晃手里, 还未拆封的, 龙足。 小脸淡上略显得意道, 磨, 来给你送镜子的。 顾川接过那本书扫了一眼, 撇撇嘴, 楚大笑花还喜欢看这东西。 楚月瑶阳了杨雪白的下巴, 是小心推荐我看的。 顾川笑着摇了摇头, 那你最喜欢里面的哪一段剧情? 楚月瑶小脑袋轻轻一歪, 我还没看完, 不过, 我很喜欢陆明飞在山顶为师姐放烟花的那段。 Show me the flowers, 多浪嘛。 她也好想有个人开着红色法拉利, 在她生日的那天, 去山顶看一场属于她的烟花。 顾川点了点头, 喃喃自语, 的确, 我当初看的时候, 最喜欢的也是那个桥段。 诺诺是会策写的, 或许, 她心里本就知道, 是摔载给她放的烟花, 可还是装作懵懂的模样。 或许, 只是不想给她希望, 后来, 也就不会失望了吧。 你说什么? 楚月瑶漂亮的毛子盯着顾川。 顾川摇了摇头, 没什么, 我说谢谢。 楚月瑶白了她一眼, 你还知道说谢谢啊。 随后, 便是后退两步, 挽住苏南军的手臂, 走到顾川面前, 诺。 这是我刚认识的朋友, 苏南军, 名字好听吧? 顾川脸色微微一僵, 但还是装出一副淡定模样, 笑着点了点头, 嗯, 好听。 你好, 我叫顾川, 考古系的大义新生。 顾川笑着伸手, 算是与苏南军正式的一次自我介绍。 苏南军懦懦地抬起头, 漂亮的眸子宛若星辰, 没有说话, 只是静静地将她望着。 两个人自认识到现在, 她第一次这样用目光指示她的眼眸。 随后, 伸出小手跟顾川轻轻地握在了一起。 她的小手有些发凉, 而且很瘦, 握在手里几乎只能感受到骨头。 蓝军, 我们留个电话吧, 或者我加你个企鹅。 楚月瑶挽着苏南军的手臂, 笑叶如花, 似乎很喜欢她。 苏南军懦懦地低下头, 顾川随声说道, 她没有手机。 楚月瑶狐一的眸子望过来, 你怎么知道? 顾川意识到, 自己说走嘴了, 但还是不慌不忙道, 我猜的。 大大的眼睛里闪着疑惑, 楚月瑶摇白了她一眼, 便是看向身旁的苏南军。 笑嘻嘻地吐了吐小舌头。 不好意思哈, 要不, 你把你们宿舍的电话留给我吧。 南大的宿舍都配备有座机, 没有手机的人都可以购买一张电话卡。 插到里面就可以打电话。 楚月瑶心思缜密, 自然会照顾别人的情绪, 也没有追问。 只是问她, 要了一个电话卡号。 苏南军懦懦地点了点头, 从随身携带的白纸上写下了自己的电话卡号递给楚月瑶。 那我就先回去了, 拜拜。 将小纸条折好塞进口袋, 楚月瑶挥了挥小手。 跟两人告别。 我送你吧。 顾川开口。 楚月瑶摆了白手, 我又不是路痴, 先管好你自己吧。 目送楚月瑶的身影在路灯下渐行渐远, 顾川也没有执意去送。 金融系的宿舍楼离这边不算很远, 路上学生也有很多。 倒是不担心被人贩子拐跑了。 顾川长出了口气, 便是转身看向苏南军, 还没吃饭吧? 带你去吃饭。 苏南军怯生生地后退了一步, 摇了摇头, 不用了, 我自己去就好。 天黑了, 乐瑶自己回去不安全。 你还是去送送他吧。 说完, 苏南军便是抱着一摞书本跑开了, 留给顾川一个瘦弱的背影。 望着他隐没在黑暗里的身影, 顾川的脸色微微一正, 随即笑了笑。 这些小姑奶奶, 真是难伺候啊。 说完, 便是拿着那本龙族上楼, 准备去冲个凉。 昏黄的路灯下, 楚月瑶慢慢地走在路上, 手里攥着那张写有电话卡的纸条。 漂亮的脸蛋, 有些失神。 臭顾川, 坏顾川, 真是讨厌死了。 整天就知道沾花惹草, 哎呀呀, 烦死了。 他哪里看不出来, 顾川跟苏南军是认识的, 甚至在今天以前, 他便知道。 顾川身上多了个小挂件。 没想到, 今晚竟能在宿舍楼下碰到, 他, 真的很漂亮。 可那份美貌, 却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欣赏的, 或许, 只有顾川看到他的另一面。 这, 便是他留那个女孩, 在他身边的缘由。 我不会喜欢那个渣男吧? 楚月瑶听着自己的碎碎念, 瞳孔猛地放大, 脑海中生出了一个大胆猜测。 不不不, 自己怎么可能, 喜欢那个渣男呢? 楚月瑶赶忙摇了摇头。 扼杀这种念头。 虽然那个渣男长得挺帅, 歌唱得也好, 也有才华。 可是, 可是, 如果自己不喜欢他, 为什么会这么在意呢? 为什么看到他身边出现了那么多漂亮女孩, 心里, 会有些吃醋呢? 想到这里, 楚月瑶的心里, 似乎有小鹿在扑通扑通地乱跳, 随即掏出手机。 编辑了一条信息, 给刘欣发了过去。 欣欣, 你知道喜欢一个人, 是什么感觉吗? 楚大笑花, 是不是又在背后骂我呢? 就在信息发送出去的那一刻, 忽然, 一道熟悉的声音, 从他身后传来。 吓了他一跳, 手机险些掉在地上。 回眸望去, 不知顾川何时, 跟了过来, 正站在身后, 将他笑望着。 你怎么过来了? 楚月瑶的脸颊略上一抹淡淡的红韵, 声音有些紧张道。 顾川耸了耸肩, 自然是不放心你, 过来看看。 楚月瑶呆呆地点了点头, 随后, 又是想起什么, 一脸警惕地盯着顾川。 你看到什么了? 顾川玩耳一笑, 什么都没看到, 就看到一只落单的小白兔, 站在路灯底下, 等着被人抱回家。 楚月瑶翘脸正然, 随即便是反应过来, 掐着小蛮腰, 胸巴巴地瞪着他。 谁要你抱回家啊, 渣男。 顾川双手插进口袋, 笑了笑, 怎么, 生气了? 楚月瑶双手抱胸, 傲娇地扭过头去, 我才不跟渣男生气。 顾川也没再继续逗他, 旋即将手臂间夹着的一张文件递了过去。 诺, 看看。 楚月瑶漂亮的毛子, 轻轻瞅了一眼, 但神情还是有些傲娇, 什么? 你自己看啊。 顾川道。 楚月瑶终究是没有忍受住好奇, 将文件接了过来, 仔细看着上面的文字。 乐小瑶? 这是什么? 顾川耸了耸肩, 这是我用你的名字注册的品牌, 算是送你的一份礼物。 这样, 以后就算你不在, 看到他, 也能想起你啊。 听到这话, 楚月瑶漂亮的毛子瞬间睁大, 星星点点地盯着顾川。 喜悦的情绪掩饰不住。 真的? 顾川笑着点了点头, 当然是真的。 耶! 楚月瑶高兴地跳了起来, 像个树袋熊一样挂到了顾川的背上。 嘴巴轻轻撅起, 轻轻哼了一声, 有些小傲娇道, 还算你有点良心。 看在你那一丢丢的良心上, 本顾奶奶就允许你将我背回去吧。 顾川轻轻拖住他修长的双腿, 嘴角泛起淡淡的笑容, 背回去。 背哪去? 背回家吗? 行吧, 我就勉为其难地把你背回家当老婆吧, 走了。 说完, 顾川拔腿就跑, 吓得楚月瑶赶忙搂住他的脖子, 小嘴惊呼。 啊啊啊啊, 臭顾川你放我下来。 哎呀呀, 要掉沟里去了。 八大。 图书馆熄灯了, 一个瘦弱的女孩抱着几本书, 穿过匆匆的人群, 朝着宿舍楼走去。 路上的人并不多, 灯光昏暗, 她似乎有些怕黑, 走得越来越快。 喂, 同学, 拐妈儿童了解一下。 忽然间, 一只手搭在了她的肩膀上, 让她匆匆地脚步戛然而止。 瘦弱的身躯猛地一僵, 正正地站在那里。 身后, 还有略带沙哑的声音响起, 带着玩味, 带着细血。 碰。 忽然间, 那瘦弱的女孩不知从哪里来的勇气跟力气, 猛地回身。 挥舞着手里的书本, 便砸在了那人影的脑袋上。 卧槽! 黑手! 背着一狼头, 砸得眼冒惊心, 顾川四仰八叉地躺到了地上。 嘴里迸发着几声优美的国萃。 那女孩见人贩子倒地, 拔腿便要跑, 可身后传来的声音, 却是有些熟悉。 不由地让她停下了脚步。 慢慢地转头过去, 她就看到了熟悉的身影, 坐在路灯下, 正捂着脑门在骂娘。 不是顾川又是谁? 脚步搭搭声响起, 苏南军赶忙小跑回去, 在顾川身前蹲下, 怯声声地抬起头。 满脸欠一道。 对, 对不起。 不是故意的。 顾川撕着牙花子开口, 你手里这物件, 要是换成铁玩意? 估计我脑袋已经开瓢, 现在都跟阎王爷喝上茶了。 对, 对不起。 顾川摆了摆手, 慢慢起身, 不怪你, 谁让我大晚上没事饭见呢? 说完, 低头看了一眼那份盒饭, 虽然形状不负当年模样, 但好在没坏。 诺, 还没吃饭吧? 说着, 便将手里的盒饭递给了苏南军。 苏南军摇了摇头, 很小声道, 不用了。 可说完, 他的肚子就咕噜噜地响了起来, 煞时间让他红了脸颊。 顾川玩耳一笑, 嘴上说着不要, 身体却很诚实。 让你拿着你就拿着, 你也不想姥姥为你担心吧。 苏南军犹豫了一下, 还是接过那份盒饭, 落落地抬起头。 深邃的毛子盯着顾川, 等我找到兼职, 我就把钱还给你。 这些天, 顾川带他大鱼大肉的, 借自己的钱已经抵账, 超出数额了。 所以, 现在顾川不仅不欠他钱, 自己反而还要倒贴了。 顾川摆了摆手, 那个以后再说。 随后, 便是将那本未曾拆封的龙族 给他递了过去。 这本书拿回去看看, 挺有意思的。 苏南军见状, 连忙摇了摇头, 这是恶摇送给你的。 我不能要。 顾川也懒得跟他废话, 直接将书塞到了他的怀里。 不经意地触碰, 让他有些失神。 而苏南军则像只瘦了惊的小兔子, 慌张地后退了两步。 厚厚的刘海遮掩下的面庞, 一片飞红。 嘿嘿, 没事, 这本书我已经看完了。 顾川扬装着咳嗽一声, 解释道。 走吧, 送你回宿舍。 顾川双手插兜, 走在前面。 苏南军则像个小刮剑一样, 乖巧地跟在后面, 快到宿舍时。 他忽然很小声地开口。 送你书的女生, 很多吗? 身前的顾川, 脚步微微一顿, 回头向他望来。 什么? 苏南军脸庞一红, 赶忙摇了摇头, 没什么。 我, 我先回去了。 说完, 一路小跑, 直接回了宿舍。 顾川摇了摇头, 在路灯下点了根烟, 缓步朝宿舍走去。 这狗贼真不是东西啊, 竟然把老唐写死了。 刚进宿舍, 顾川就听到了周虹与骂娘的声音。 王首一跟陈凯, 也在一旁附和, 就是就是。 这狗作者, 一看就是生活不如意的那种。 顾川脸色一黑, 走到椅子上落座, 江南老贼的气韵被偷了, 可这骂名, 也踏马让我背上了呀。 老唐还好, 若是真写到第三部, 会离一死的时候。 那自己是不是能开个刀片场, 发家致富了? 想到这里, 顾川愈发笃定, 千万不能掉马甲, 若是让人知道, 这书是自己写的。 那晚上睡觉, 估计都得睁着眼。 哟, 老顾回来了。 干嘛去了这时, 怎么一身酒味呢? 周虹与看到顾川, 笑呵呵地开口。 顾川把椅子搬到阳台, 点了根烟, 一脸风轻云淡倒, 没什么。 就是跟学姐吃了个饭, 配笑花逛了个街。 这三个雕毛骂自己狗作者, 自然不能轻易放过他们。 正好酒喝多了, 憋了抛尿, 既然你们非得要问, 那就别怪我往你们嘴里妙了。 果然, 听到这话, 三人的脸色瞬间黑了下来, 一副被咨到嘴里的感觉。 尝不到一点甜头啊。 顾狗贼是真该死啊。 这种人, 就该像这狗作者一样, 被淋吃。 床铺上, 陈宝宝也在捧着一本龙族看着, 听到这话, 鄙夷地白了顾川一眼。 渣男。 缓了好一会, 几人终于尝到了一点甜头, 能说话了, 便是看向顾川, 老顾。 这龙族一看了没, 有没有特别喜欢的桥段? 顾川吐了个烟圈, 我喜欢的桥段不知道, 但我知道, 你们喜欢的桥段? 王首一有些诧异, 哪段? 顾川装出一副神棍模样, 掐着手指头盘算, 是摔载被当成背景板。 师姐救场的那段吧。 三人, 文言都是惊呼道, 窝草, 川哥这是能掐会算啊。 顾川摇了摇头, 飞也飞也, 这不过是舔狗的终极幻想罢了。 能被这里带入的, 现实中自然也跟衰崽是差不多的处境。 几人听到这话, 脸色再度黑了下来, 比刚刚尿嘴里的滋味还难受。 周红鱼哽着脖子, 仗红着脸, 像是被踩到狗尾巴一样。 你又不是作者, 你懂个鸡毛啊, 就算是写着本书的狗作者, 也只是一个苦逼的马字人, 懂什么? 龙族啊。 大学生创业, 学校虽然无法给予资金支持, 但在很多方面, 还是有不错优待的。 导员办公室里, 顾川跟陈伯相对做, 给他介绍着文件上, 那些关于南大对于学生创业的扶持。 首先, 学校有专门的创业基地, 里面有许多空置的房间, 可以用来当作办公室, 省去了外面租房的费用。 其次, 就是企业所得税的问题, 现在的扶持政策还没有那么大, 但也可以争取到一年的免征税扶持。 第二年, 企业所得税减半。 其次, 就是大学生创业贷款, 利息要比其他商业贷款的利率要低很多。 而学校方面, 也会在最大程度内给予优待, 无论是开展活动。 还是其他的一些项目, 基本都能一路绿灯。 只要不触碰红线, 基本都不会有任何的问题。 顾川点了点头, 对于陈伯说的这些, 他在文件上已经有了大致了解。 创业贷款的事, 他倒不是特别在意。 但免征一年企业所得税, 可是个利好政策, 能为他省下一大笔钱。 顾川沉吟一瞬, 说出了他的打算, 我想在学校开展一场活动, 想借用美术系, 服装设计系的名头来开办。 开展活动? 陈伯有些诧异。 顾川点了点头, 嗯, 我想创办一个自己的服装品牌。 网站的雏形, 已经搭建好了, 是专门服务于大学生的。 陈伯诧异地看了他一眼, 你野心倒是挺大的。 这些年, 他也见过不少大学生创业项目, 但多数都是小打小闹, 不成气候。 可从顾川的描述来看, 他的眼光是放到了全国的所有高校。 但从这个方面来看, 就不是其他项目所能比拟的。 想法是好的, 但前期的投入应该也很大。 陈伯对于这个项目, 显然也是有些见解的, 一针见血的倒出了其中困难。 顾川点了点头, 投入肯定不会小。 但我暂时也没有打算, 将网站推向所有高校。 可以先从南大出发, 辐射南城的所有高校, 然后一点点的蚕食大学市场。 听到这话, 陈伯稍稍安心, 他就害怕顾川意气用事, 毕竟, 步子卖得太大, 容易扯着蛋。 见他不骄不躁, 也是放下心来。 既然你已经有了想法, 就大胆去做。 有什么问题, 我尽力去帮你协调。 花满楼? 这是公司的名字吗? 乐小瑶酒厂, 办公室里, 陈瑶望着顾川递来的文件。 打量着上面的名字, 有些诧异道。 顾川点了点头, 注册公司, 以后的很多事, 做起来会比较方便。 当然了, 最主要的还是扶持政策, 可以免征企业所得税。 这个年头, 扶持政策还没有特别细分化。 而且, 顾川的花满楼公司是信息行业, 在免征范围内。 毕竟, 日后公司的主体, 还是要往互联网方面所靠拢。 除了这家乐小瑶酒厂之外, 还有寒柔的男三怪, 也都会在这家公司名下。 怎么样, 进展得还算顺利吗? 顾川抬头看向陈彦。 陈彦文言, 点了点头, 还可以, 酒厂的这些工人水平都在线, 没什么纰漏。 就是曾经的那些对接渠道, 被砍掉了不少, 因为上任厂长的缘故。 很多人都不想跟我们合作了。 当然, 这也无可厚非, 毕竟, 一个随时都可能跑路的厂长。 属时让人有些放心不下。 顾川点了点头, 此事倒是在他预料之中。 这样, 先把眼下与我们合作的厂商巩固一下, 降低一下他们的进货价。 而那些尚有顾虑的合作方, 可以先送给他们一批酒水售卖。 眼下最重要的是, 先打开渠道, 等口碑稳固了, 再加大批量生产。 顾川虽然对酒的品质有信心, 但毕竟今时不同往日。 一切都需要摸着石头过河。 当然了, 地推也不要忘了去做。 你们老板没钱, 广告暂时打不起。 陈彦文言, 白了他一眼, 暗戳戳地嘀咕一句狗资本家。 男三怪。 哥哥, 抱。 刚一进门, 小雅便像是闻着胃一样跑了过来, 跌跌撞撞地跑到了顾川怀里。 轻腻地在他脸上亲了一口。 小雅又漂亮了哈。 顾川起身将他抱起, 用鼻子轻轻蹭着他的脸颊, 痒痒地。 逗得小丫头咯咯地笑得不停。 你怎么过来了? 端着两个盘子从后厨出来, 韩柔看到顾川有些差异道。 顾川笑了笑, 想小雅了呀, 所以就过来看看。 没事, 柔姐你先忙你的, 我陪小丫头玩会儿。 韩柔点了点头, 好, 小雅, 要听哥的话哦。 说完, 便是转身进了后厨, 快到晚饭时间, 店里实在是有些忙。 都顾不上小丫头了。 走, 哥哥带你出去玩好不好? 轻轻捏了一下小雅的鼻梢, 顾川宠密地开口。 嘻嘻, 好, 小丫头乖巧地点了点头, 轻腻地, 搂住顾川的脖子。 出门便是商业街, 小雅被顾川抱了一会儿, 便是主动下来自己走。 大手牵小手, 葡萄般明亮的毛子, 好奇地打量着街上的新鲜事物。 妈妈很忙, 很少有时间带她出来玩。 小丫头虽然很乖, 不吵不闹, 但对外面的世界, 还是充满了好奇的。 爸爸, 那是什么? 有妈妈在的时候, 小雅不敢去喊顾川爸爸, 但在她心里。 对那个称呼, 却是很向往的。 所以, 在妈妈不在的地方, 她会偷偷去喊顾川爸爸。 深知小丫头心思地顾川, 也不会去纠正她, 因为在她心里。 对那个称谓, 是极其排斥的。 因为自己淋过雨, 所以, 她想为小丫头撑伞。 那是。 好吃吗? 老板, 来两个。 爸爸羞羞, 那么大了还吃。 爸爸, 是怕你吃多了牙疼, 顾川脸不红心不跳的。 小丫头哥哥一笑, 爸爸跟那个姐姐一样, 都羞羞。 顾川玩耳一笑, 没想到, 这小丫头还记得。 上次楚大笑花, 跟她抢糖葫芦, 吃得迥适。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就在这时, 顾川的电话响了起来, 掏出手机接听。 随即, 里面便传来了一阵热闹的欢呼声。 果子大大, 果子大大, 三百万册, 三百万册呀, 全都被卖空了。 她的小编辑油菜花, 好像磕了药一样, 兴奋地在欢呼。 迫不及待地, 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了顾川。 她的确很激动, 因为这是她第一次策划出畅销书, 三百万册。 上架半个多月, 就被抢购一空。 虽然这跟他们的宣传有一定关系, 但最主要的还是, 书的质量过瘾。 如今, 许多书店都在催促, 要继续加购, 盛况可谓空前。 顾川听到这话, 也是有些诧异, 虽然知道这本书一定会大卖, 但没想到这么火爆。 若是这样的话, 被一点骂名似乎也无关紧要了, 毕竟, 那可都是钱啊。 那你加油, 再接再利哦。 说完, 顾川便是挂了电话。 电话那头, 油菜花听着顾川平静的语气, 有些愣神。 果子大大, 怎么一点都不激动呢? 难道说, 这就是大神级作家的心态吗? 真是让人佩服呀。 不过话又说回来, 果子大大写得舔狗那样深入人心, 难道说, 他曾亲身经历过不成。 挂掉电话, 顾川将手机揣进兜里, 俯身就要去牵那只小手, 可却抓了得空。 低头一瞧, 他的瞅孔骤然一缩。 卧槽! 小雅呢? 小雅? 小雅? 请问, 你见没见过一个这么高的小女孩? 穿着白色的蓬蓬裙, 扎着两个羊脚辫, 很可爱的。 没有没有。 你好, 请问你见没见过? 大街上, 顾川像是瓜田里拿着钢叉的润土, 在到处找茶, 挤得好像无头苍蝇。 小雅要是弄丢了, 她回去怎么跟寒肉交代啊? 那么可爱的小丫头, 若是被坏人掳走了, 那可真是颇天的罪过啊。 西西, 姐姐, 给你咬一口。 而就在这时, 顾川忽然听到熟悉的声音在身后传来, 豁然回身。 就看到了一身蓬蓬裙的小雅。 此刻, 正被一个漂亮的女孩牵着, 手里还攥着一个鸡爪, 吃得满嘴油光。 笑嘻嘻地递给那个漂亮姑娘。 姐姐不吃, 你吃吧。 那女孩俯身下去, 轻轻摸了摸小雅的额头, 脸上挂着甜甜的笑容。 眼神里满是宠溺。 小雅, 你怎么跑这来了? 顾川健壮, 顿时松了口气, 赶忙小跑过去, 俯身蹲下, 帮小丫头擦了擦嘴角的油渍。 她心里很是自责, 也有些生气, 但她不会去凶眼前的小丫头。 这个年纪的孩子, 内心其实是很脆弱的, 哪怕是丁点的恶意, 也会让她产生害怕的阴霾。 顾川小时候便是这样过来的, 所以, 她特别在乎小丫头的心思。 嘻嘻, 爸爸抱。 小丫头看到顾川, 跌跌撞撞地, 直接跑到了她的怀里。 顾川将她抱了起来, 轻轻拍打着她的后背, 旋即看向面前的那个漂亮女孩。 谢谢, 小雅给你添麻烦了。 那女孩, 看着年纪并不是很大, 应该也是学生。 身穿九红色T恤, 下身是一件短裙, 双腿修长, 面容出众, 面容出众, 敷如凝枝。 整个人看上去高冷的不行。 女孩清冷的毛子, 扫了顾川一眼, 有你这样不负责任的爸爸。 小雅也是够倒霉的。 小孩子不要让她到处乱跑, 弄丢了会后悔一辈子的。 顾川听到这话, 疑惑地看了她一眼。 丫头乖乖地, 听你爸爸的话, 以后不要乱跑了。 女孩走到小雅面前, 轻轻抚摸了一下她的额头, 便消失在人群之中。 那对待小雅时的笑脸盈盈, 与面对顾川时的冷艳, 判若两人。 这女人倒是有些莫名其妙。 顾川收回目光, 轻轻捏了一下小雅的脸蛋, 以后不许再乱跑了知道吗? 小雅乖巧地点了点头, 知道了。 柔姐, 厨师那边联系得怎么样了? 吃过午饭, 顾川来到后厨跟韩柔闲聊起来。 韩柔想了一下道, 厨师联系了几位, 但手艺参差不齐, 能用的应该只有三个。 顾川点了点头, 三个已经足够了。 店铺的位置看得怎么样了? 韩柔闻言道, 店铺倒是选了几个, 不过你也知道, 地理位置好的, 房租贵。 房租便宜的, 地理位置又很偏僻。 客流量少了, 估计就会入不敷出。 顾川摆了摆手, 租金的问题, 柔姐不用考虑太多, 只要客流量大。 位置好就可以。 有得就有失, 想要租金便宜, 又要客流量大, 哪里有那么多的便宜让你占? 如今, 首先要做的就是, 先将知名度打开, 口口相传, 赢得口碑。 所以, 客流量是第一考量因素。 至于能不能留住人, 就看柔姐的本事了, 不过顾川对她有信心。 那到时候, 别怪我没给你省钱。 韩柔点了点头, 吟一笑看向顾川。 顾川耸了耸肩, 笑道, 我巴不得, 柔姐花我的钱呢。 韩柔娇称地看了她一眼, 怎么? 你要养我呀? 可以呀, 我负责赚钱养家, 柔姐负责貌美如花。 顾川有些脾气道, 夜幕降临, 顾川驱车来到一家乐器店, 规模很大。 里面琳琅满目地摆放着许多乐器。 顾川静止走到那成牌的吉他前, 左右打量着。 老妈送的那把琴被她扔在了家里, 忘记带过来了, 到了这边。 也的确该买一把。 平时闲暇的时候弹弹, 讨一下富婆欢心, 没准还能收获两个钢丝球。 而且, 迎新晚会即将开幕, 上去也不能刚好吧, 得有件衬手的吉他。 老板, 这把琴有调试好的吗? 很快, 顾川便相中了一把品质不错的吉他, 六千块左右, 回头看向店铺老板。 因为这里售卖的新品都是没有调试的, 琴弦很松, 没办法弹奏。 对于顾川来说, 这个价位的吉他已经足够了, 反正他又不开演唱会。 当然了, 几百块的那种烧火棍是肯定没办法用的。 很多新手就是被那种廉价的琴消磨没了最初的性质。 有的, 老板是个四十岁左右的中年男子, 听到询问, 便是起身拿了一把调试好的吉他给顾川递了过去。 叮咚, 叮叮叮, 咚咚咚。 顾川接过吉他, 食指在上面翻飞, 奏响每个和弦。 挑选吉他也不算什么难题, 音色, 闲剧, 手感都符合自己的心意, 基本就成了。 看着顾川娴熟跳动的食指, 老板诧异地望着他, 有两把刷子。 顾川谦虚地笑了笑, 略懂, 略懂而已。 老板会心一笑, 随后, 眉宇间泛起狐疑, 你这弹的是什么歌? 为什么我没听过啊? 顾川弹奏的, 自然是安和桥里的那段尖奏, 算是一某神曲。 不少店铺里的顾客闻听动静, 也纷纷好奇地凑了过来。 其中, 似乎还有一道熟悉的身影, 静静地站在不远处。 听着顾川弹奏的陌生曲子, 恍惚失神。 且看样貌, 赫然是之前在街上, 被小雅喊漂亮姐姐的女孩。 一曲谈罢, 顾川也没有解释, 抬头望向老板, 行, 就这把了。 好嘞。 老板答应一声, 帮顾川拿了一把心情, 包装丢掉后, 装进情包里, 给她递了过去。 背上吉他, 顾川便是出门, 而人群中那个漂亮女孩, 犹豫了片刻, 便是追了出去。 搭搭的脚步声在台阶上响起, 女孩走到顾川面前驻足。 你刚刚弹的是什么曲子? 看着面前的女孩, 顾川有些诧异, 她怎么会在这里? 顾川耸了耸肩, 在问别人问题以前, 应该有最起码的礼貌吧? 说完, 顾川便是背着吉他扬长而去, 这女人一看, 就是有点公主病在身上的。 也又不是舔狗, 凭什么伺候你? 狗贼, 见色忘义是吧? 有了笑话忘了朋友。 南城街边烧烤摊, 刘伯文看着对面顾川, 好似被遗弃的少妇, 眼神里写满了忧怨。 有话说, 有屁方, 顾川拿起羊肉串撸着, 看向对面的刘伯文。 从乐器垫出来, 顾川便被刘伯文的一个电话 喊了过来, 都没来得及去投喂自己的小挂件。 刘伯文挠挠头, 有些不好意思道。 川哥, 借我点钱呗。 顾川抬头看了他一眼, 借钱, 这开学才几天啊, 你就花完了。 刘伯文挠挠头, 善善笑道, 这不是有个朋友快过生日了吗? 给他买了个包。 是李清清吧。 顾川盯着刘伯文。 刘伯文也没隐瞒, 点了点头, 川哥, 我是真的很喜欢他。 他也并不是你说的那种人, 我觉得, 你可能是误会他了。 顾川笑了笑, 起身朝着服务员挥手, 结账。 刘伯文见状, 赶忙阻止, 别呀川哥, 你还没吃呢, 怎么就着急走呢? 顾川点了根烟, 平静的毛子, 盯着对面的刘伯文, 给你个建议, 去把包退了。 把生活费拿回来。 刘伯文的脸色有些难看, 可是, 我都已经答应他了。 顾川点点头, 那你就当我什么都没说。 说完, 转身便要去结账。 见状, 刘伯文也是有些急了, 这也不能全赖我啊, 是你把他介绍给我的呀。 顾川脚步驻足, 回头看了他一眼, 点点头, 得, 是我自己活该。 说完, 便是从钱包里, 掏出三千的现金, 放到了桌子上, 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原地, 刘伯文望着顾川离开的背影, 懊恼不已, 狠狠地抽了自己一个嘴巴子。 我踏马真是嘴贱啊。 顾川是出于一番好心, 自己反倒怪起他来了, 纯纯地狗咬吕洞兵。 不识好人心。 而且, 川哥也提醒过他, 钱可以给女人看, 但不要去给女人花。 可他全都荡成了耳旁风。 可是, 看着屏幕里, 那一口一个亲密的哥哥, 他感觉自己整个人都在被爱意包裹着, 难以自拔。 他也不想给他花钱, 但他喊自己哥哥爱。 算了, 下去找个机会, 好好跟川哥道个歉吧。 刘伯文拾起桌上的三千块钱, 便是朝科技大走去。 驱车回南大的路上, 顾川望着街道两旁闪烁的霓虹。 车里放的是许葳的蓝莲花。 要问他生气吗? 多少可能会有一点。 但更多的却是平静。 对于刘伯文这种从未谈过恋爱的人来说, 李清清就是平级土地上降下的一场甘霖, 来得汹涌而热恋。 虽然明知结局, 但顾川没有太多劝阻, 因为他深知不撞南墙不回头的道理。 自己说的再多, 他也不会听进去。 现在的刘伯文是, 曾经的自己也是。 只有亲身经历过那种痛苦, 才能铭记。 当然, 这也怪自己, 上来就给他挑了一个段位很高的姑娘。 还没出新手村, 怎么打boss呢? 回到南大, 顾川带着自己的小挂剑去餐厅吃饭。 这个时候人已经没有了多少。 顾川没什么兴致, 买了杯奶茶坐在那里, 静静地看着苏南军吃饭。 小挂剑如今的气色比开学士好了不少, 脸蛋透着一股红韵, 虽然还是很瘦, 但美人胚子已经渐渐展露。 似是感受到顾川那灼热的目光, 苏南军的脑袋低得更深了。 小口地吸溜着拉面, 倒是有几分可爱。 龙族看了吗? 拖着下巴, 静静地看着他, 吸溜着面条, 顾川随声问道。 苏南军懦懦地点了点头, 看过了。 那最喜欢里面的哪个角色? 顾川好奇发问。 苏南军呆了一瞬, 旋即便是说道, 怒入明泽。 顾川诧异地将他望着, 喜欢小恶魔。 为什么? 苏南军想了想便是道, 因为我感觉他无所不能。 顾川盯着他看了片刻, 随手伸手揉了揉他的脑袋, 傻得冒泡。 苏南军的脑袋埋得更深了些, 很小声地嘟囔着, 我才不傻。 老板好, 这是根据您所设想的条件搭建出来的网站, 请过目。 危机室里, 穆小奇学着职场设出的口吻, 欢迎吴梁老板的到来。 穆学姐, 这是又喝酒了? 怎么小脸红扑扑的? 顾川笑着开口。 穆小奇文言赶忙摇了摇头, 将身后的小说又塞得更严实几分。 以后, 在这种正经场合, 千万不能看亚南的小说, 实在太罪恶了。 顾川倒也没有在意, 转头看向修改后的网站, 满意地点了点头道, 不错。 学姐看来还是有两把刷子的嘛。 穆小奇傲娇地扬起下巴, 为了你这个网站。 我可是好久没有睡过一个踏实觉了。 顾川笑了笑, 放心, 等网站上线后, 我肯定请学姐吃顿大餐。 还算你有点良心。 穆小奇哼哼唧唧地开口。 顾川转过身来, 笑盈盈地盯着穆小奇, 被她的眼神看得有些发毛。 穆小奇双手抱胸, 后退两步, 有些警惕道。 干嘛这样看着我? 我可是卖一不卖身的啊。 学姐, 卖一卖身都可以哦。 高冷, 脾帅, 性感的老板了解一下。 顾川的嘴角勾起淡淡的笑容, 发出了第一份邀请。 就这样, 在顾川的一番唇枪舌剑之下, 穆小奇成为了花满楼的正式员工。 网站的后期维护, 运营都需要人手, 穆小奇自然忙不过来。 至于能拉拢几个帮手, 就看她自己了。 大学生创业基地, 位于东校区与本校部之间, 是一座单独的大楼。 推门进去, 人不算很多, 有许多教室都在空置, 大门紧锁。 想来搁置有一段时间了。 拿着钥匙走上三楼, 找到303教室, 顾川开门进去, 杨晨扑面来。 呛得她咳嗽了好几声。 这是八辈子没住过人了吗? 顾川挥了回空中的杨晨, 走了进去。 不得不说, 陈伯导员办事还是挺靠谱的, 这间办公室敞亮, 面积够大。 空调暖气, 一应俱全。 办公桌上虽然落了不少灰尘, 但基本都是崭新的。 容纳三四十人办公, 没有任何问题。 喂, 你谁啊? 谁让你把这扇门打开的? 就在这时, 呼听身后有呵斥声传来, 回头看去, 就见一学生模样的人正站在门口。